欢迎大家来到丰严雅序 抽丝剥茧 探索古籍 丰严雅序公元2024年7月26日 来龙去脉画 成书于汉的先行古籍 第一讲 丰严学会丰严展书读导读读老师 康乃尔大学电机工程学博士 杨基亮博士主讲 杨老师请开讲 谢谢您 好 谢谢 首先还是感谢我们这个团队 小文大章 笛秀本力都帮了很多忙 今天这个题目 说不定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叫成书于汉的先行古籍 先行古籍是什么 这个是很明显 大概都知道 先行古籍当然就是先行古人写的古书 可是我们后来就发现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先行古籍 全是从汉唐以后的学者 对原文的著书里面凑取出来的原文 著书这两个字 我下面马上就讲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原文并不是先行人真的写的 那现在呢 这个出土文物嘛 是吧 就有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 这些竹简那是很当然 一定是战国时代人写的了 学者们就把这个竹简整理了 他们有一些整理的结果 我现在就是很想 小的 比较一下我们历来 传统文献里面读到的东西 跟人现在这个竹简里面 学者们告诉我们的东西 比较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再解释一下这成熟于汉这四个字啊 我一开始觉得很纳闷 很多地方讲到先行古籍的时候 往往就用了这么四个字 成熟于汉 到底什么叫做成熟于汉 是说汉代的时候 把它印成一本书了 还是编成一本书了 还是什么 听起来很不严谨 后来我 看了一下才发现 有古人啊 对怎么写书这个事情 是非常严谨的 我们看看这几个字啊 除了经这个字 是原著 不是有一点点不清楚以外 其他的 转 签 注 书 解 转 古人对这几个字是非常严格 他们态度是很郑重的 OK 转是有了原著之后 对这个原著解说 这个叫做转 签呢 是对转 再进行补充 丁正的解释 这个三天水的这个注呢 是未经以后才用这个字啊 我们大家都晓得 一本很有名的书 说文解字嘛 对不对 我们每次 有字不认得 就去说文解字里面看 后来发现 说文解字这一本书 越读越不清楚 非常非常难 很好有有这么一个人 段玉才 他注了这个 说文解字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 看说文解字 其实都是看说文解字 注 说文解字 注里面就自己就把这个 注子再解释了一下 叫做解经以明其义 这下就很清楚了 那坊间还有很多人用这个 盐字旁的这个注啊 其实是一个义体字啊 我们就暂时先不谈了 再有一个字是大家都常常用南北朝以后特别用 叫做书 什么叫做书呢 书的意思就是书通其义 就是把以前人写的传 签 又讲的更清楚一点 这个叫做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古人有一个规矩 叫做书不破柱 也就是说书是拿来解释柱的 他可以把它解释得更清楚 可是他的论点呢 不超过柱 所以他不能够破柱 解那就是分析解 解释了 这个集结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大家喜欢用的字 那转更是一个 很多人平常就用 但是其实没有严格的定义在里面 其实我们常常看这几个字啊 这个毛诗正义 这是我们大家读的最多的一本书了 毛诗正义是谁写的 写的是 汉毛亨转 是毛亨这位学者 他转的 下面呢 是郑谦 是郑玄 这个人筑的 郑玄 是东汉以后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学家 他筑签了很多东西 对这个毛续正义的签 那是这个最出名的了 后来还有三里筑啊 所以他很小心的 有些书他叫做签 有些事情他叫做筑 毛续正义里面另外有一位最出名的先生了 就是唐朝的孔颖达 他的这个毛续正义里面很多的文字 讲百分比的话 就书是占百分比很大的 他解释很多 那孔颖达除了书 毛续正义以外还书过很多很多东西 我简直不能相信他这一辈子居然可以做了这么多事情 很多很多事情 待会我们看的时候都有空影大书 解比较不严格 举个例来讲 待会我们读到论语的时候 很出名的文书叫做论语集结 那就是说把论语里面过去各种不同的诸也好 书也好 反正是跟论语有关的 他把它放在一起 总会起来了 这个叫做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古人的态度是很严谨的 那这些这么严谨 就叫我们知道 成熟于汉这四个字 有点太不严谨 我今天讲的东西先进国际太多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讲 而且我自己看的东西非常少 完全不够 我现在就把中间里面用两类 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就拿出来讲一讲 今天讲跟儒家有关的 几个月之后 我讲跟战国晚期有关的 有一个学派 叫做季夏学派 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读战国晚期 这个季夏学派的东西 的中心点就是问一个问题 战国百花齐放 看起来是蓬勃发展 非常好 但是他有总结没有呢 这个是 我一直都不知道 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过几个月以后 我们再讲这个 好 那今天就回到我们的主题 今天主要讲 跟儒家有关的先进古迹了 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 但是其实不是很严格的 总喜欢讲孔子和六本书有关 诗书李月义春秋 这个叫做六经 很多地方都用这个字 但是你仔细去看 历史上 比较这个 很严格的去看的时候呢 他没有六经这个字 他是从五经开始的 汉代立了这个诗书李义春秋 在血管里面 叫做五经 我猜想没有月的缘故 是因为那个时候月经失传 找不到 所以只有五经 唐代 就 除了李 就是我等一下会详细的讲啊 这个李记之外 就加了周李跟仪李 那春秋呢 就把它讲得更详细了 有所谓的春秋左侍传 公羊传跟公羊传 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 叫做九经 我们看看这个 所以经这个字不是太严格 因为中间这三个里面是传 对不对 好 再过一下 常代在这开始年间的时候呢 就加了孝经 仁语跟尔雅 尔雅也是一个讲文字的书 其实我这样讲是不对的 尔雅我没有好好读 但是我知道很艰深 除了文字之外 还解释了很多别的事情 南宋时候呢 加了孟子 这样全部加起来 就是十三经 这就变成现在很出名的了 乾隆的时候 有人主持就汇编了 十三经诸书 就把这有关十三经的诸本书 统统都放在一起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十三经呢 是从这个十三经诸书里面 抽取出来的原文 我们自己现在看不到 真正的就是只有的原文 我们能看到 是十三经诸书里面 放进去的原文 我们把它抽取出来 叫做原文 叫做这十三经 那现在当然了 房间啦 这个网站啦 很多人在印啊 这些都是这样子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所谓的电子版啊 就是这个样子来的 那有人又问说 哇那现在有了战国诸解了 那你就不是很简单吗 就很清楚啊 你就再去看一下 就把这个战国时代的书 不是就搞清楚了吗 其实完全都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的原因 是因为呢 出土的竹简啊 破损杂乱 非常非常辛苦 上面自由很不容易辨认的 所以把它书解好 把它整理好 辨认出来 这都是几十年的努力啊 才看到一点点 而且还有一点 这古人的习惯 是很有趣的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什么 哪一个哪一本书里面 是哪一篇 这些竹简上的这些篇呢 都是没有篇名的 所以你不能很随便的讲 这一篇是什么 也是后来根据传统文献 自己迷的说 这一篇大概是哪一篇 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间 就了解到 考古除了辨识这个竹简之外 很多事情是要靠推理的 推理当然是好 对吧 你就事情知道的更清楚了 但是换句话说 不同人的推理 就可能推出 不同的理出来了 所以这个不是很严谨的 所以讲这个之前 万一有人来这里听 是希望看到这个 听到说战国主舰里面 啪啪啪啪啪 把这个战国的事情 现在都讲清楚了 这个你一定会大失望 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今天想做的 而且能做的 也就是把学者们 对战国主舰里面的研究的结果 拿出来 跟大家报告一下 要小心报告的时候 不同的专家 要不同的 结论的 讲到这个 主舰呢 来源非常非常多 但是主要的就是这四个 现在很出名了 郭店主舰 上博舰 清华舰 和安达舰 那清华舰呢 顾名思义啊 是清华大学收藏的 他们都是很严谨 都经过探石寺 定了这个 战国中晚期的文物的啊 而且文字风格 大概都是楚国的 那 你就可以想象到 他们 清华舰的研究成果 有很多学者不同意 所以大家看了之后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说 他这个讲的可能是不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是对清华学者很佩服的 那就是他们的严谨的程度 跟努力 你看13年来啊 每一年出一本 这个研究成果 到现在已经出了13本了嘛 整个有65篇 很多我是都看不懂 我今天就是主要拿这个稍微 把这成果稍微讲一下 那是由李学金老师来主持的 郭剑楚剑 那这是更有名的了 因为这个是 破真价实啊 真的从一个墓里面挖出来 没话讲 对啊 而且挖出来之后 也是经过了很大的努力 发现这些古迹里面呢 据他们的判断 有三本是跟道家可能有关的 但是其中很多 是跟儒家有关的 最有趣的是 这考古的学者呢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格啦 这个一些出土文物的 这个线索去看 而且最有趣的是 好像我这点不是很清楚 看到一个牌子下面 里面有东宫之诗 这四个字 那就很显然了 一定是楚国太子的老师嘛 所以那这个考古专家就去看了 这大概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 楚国的太子到了有些谁啊 老师也有些谁了 他们后来推断 这只是推断啊 牧主任很可能是巨猿啊 这个这也是很 很了不得的事情吧 上博检跟安大检 这个稍微少一点点啊 上博检当然是上海博物馆的 安大检是安徽大学的 安徽大学的组检呢 范围比较少一点 大概主要是诗经 上博检呢 范围比较广 现在也是一样啊 他们每年很慎重的 发表一些东西 现在发表了九册 有一件事情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是所有这些组检 基本上都是除检 那为什么 这个事情 别人 大家都不知道 有很多猜测 大家都讲不出来 当然有可能是说 正好挖到的这些都是除检 其他战国七雄 另外的国家的检 现在没有挖到嘛 或者是说 客观上来讲 地理环境啊 什么的 有很多东西 不容易挖到 所以是 现在挖到的 基本上是除检 所以 不要忘记 这个是 可能跟楚国文化 是有关系的 上面的字 都是跟楚国文字 是有关系的 今天呢 就是已经有这个机会 我就向大家 报告一下 这个 战国逐渐里面的六经 我把这个顺序 稍微略改了一下吧 诗放到最后 书 李月 易春秋 诗 因为 诗的内容比较多一点 我准备放到最后讲 等下讲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 有些关系 我们就加一点 老子和文语 我就从书开始了 讲到这个 我要提一句说 为什么 今天在讲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自己读的也很辛苦 讲的也很辛苦 我这个不容易 讲的很大的原因是 我们现在人吧 对这个传统 我们先不 不谈 逐渐里的六经了 就算是 传统文献里面的六经 除了这个 学者们 专家学者以外 大部分人 其实我们对这个 传统文献里面的六经 就不是很熟 那你现在是想 拿它来比较 逐渐 如果你连 本来传统文学的 传统文献里面的东西 都搞不清楚的话 你怎么可能 去比较呢 所以今天我 一定要花点时间 先把这个传统文献里面 的六经 先略微讲一下 书 到底 这个 我自己就很少 听人家讲这个东西 是书 是讲历史的 是追溯 上古时机的 这个 著作 秦王之后 就失传了 汉代把它叫做 上书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汉代 包括西汉跟东汉 整个的 学术界 经学界 文学界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经文跟古文的 争辩 争辩了好几百年 后来这个争辩 一直到了清朝 几千年 都还争辩的很厉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 你想 我们就用经文上书 古文上书 做例子来讲 失传之后 大家想读这个 怎么读呢 很早 汉文帝的时候 有一个老先生 福生 他那个时候 大概是八十几岁 快九十了 他说 我当年年轻的时候 我背过 我从头到尾都会背 所以呢 我现在可以把我 以前背过的东西念出来 让你们听 把它记录起来 那老先生 那个时代 讲的话 当然是 所谓的 今天的话 就是今天 汉文帝时候的话 所以记的时候 就用当时的文字来记载 所以把它叫做 经文上书 这个 我们当然一方面是很 感谢这个老先生 二方面 当然 心里面 也有一点存疑 这个老先生 这个记忆 居然 这么好 就全记住了 几乎同一个时候呢 后来发现了 有古文写的古书了 譬如说 汉武帝 鲁公王的时候 就从孔子以前 住的房子里面的墙壁上 发现了古文上书 孔子的房子里面 找出来的 那很显然是 孔子时代写的 那很显然是 孔子的 那个时代的文字 所以叫做古文 这就有这个区别 不限于 想说 其他几乎每一本书 都有这个问题 经文版 跟古文版 这就不谈了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以后大家有机会 对汉代这个 经学界 有兴趣的话 多了解一下 我自己给一个 非常片面的看法 就是说 很不幸的 有很多人为的因素 在里面 因为 那个时候 哪一个皇帝 要是喜欢经文的话呢 学了经文 就能去做官 哪一个皇帝 喜欢古文的话呢 那读了古文 就可以去做官 那皇帝怎么定 他喜欢什么 那当然都是 很人为的事情 都是从当时 政治情况 去考虑的 所以这个经文古文 只变了 是很不幸的事情 但是 虽然是这么讲 但是后来 有些很伟大的 经学家 居然可以把 经文赏书 古文赏书 都读懂 都读通 而且做了 很详尽的分析 我们一再提到 这个 政玄 他就是其中的 一位 但是也有很多 不幸的事情 比如说 这个经文赏书 古文赏书 后来就都找不到了 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东京的时候 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人 跳出来 叫做 没辙的 他说 我家里有 就把这本书 送给朝廷 这个书 他叫做 就是说是 上书 包括了经文上书 跟古文上书 经文上书33篇 古文上书25篇 我们现在看到的 十三经 注书 基本上是 这样来的 当然了 学者历来就是 都在吵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 梅泽 献出来 这个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清代有一个学者 很有名的 叫做 严如曲 他还特别写了一篇 古文赏书 书正 证明 古文赏书是 尾书 也有一些学者 坚信 古文赏书 并不尾 他是 秦朝这个书 没有了之后 找到了一些书 传出来的 所以很难讲 但是 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看到的 赏书 一共58篇 书是讲历史的 他讲 唐瑶余顺 余书 夏书 商书 周书 里面有33篇 经文赏书 25篇 古文赏书 大部分的商书 是古文赏书 我现在稍微花点时间 把我的一些想法 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真伟这两个字 几千年来 吵得很厉害 而且每次吵的时候 恰值观就放进来 吵得很不客气 尤其是伟这个字 叫大家觉得 是有贬义的 我觉得这样子 不是很好的事情 什么叫做真伟 基本上就是在问 说是不是先请古人写 好 那这个问题 战国逐检 是无法 回答这个问题的 因为你战国逐检 看到一部分 先情人写的书 你可以说 这一部分是真的 那难道说 不在里面的 就是伟的吗 那这个是绝对 不能讲这样的话的 而且 评良音讲 真的书 可能写的不好啊 伟的书 可能写的很好啊 所以当然可以辨别真伟 但是不要用价值观的这个观念来看它 再说到 说到好不好 随定是好 随定不好啊 这个是很难讲的 我讲一下我自己这是非常片面的总观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第一 好的书呢 是一定要自己 不自相矛盾 你如果自己都自相矛盾了 那就没话讲了 用现代的话 这个用中文讲 就是自洽 这个自洽这个字 也就是英文讲 这个在外国的这个哲学文学里面是经常用的 所以我们用着这个 我另外在觉得我自己读这些书的时候 什么书我喜欢读 什么书我 我不喜欢读 真伟啦 这些关系不大 我自己就是对我们有启发性的 我叫做好 没有启发性的 我也不是人家不好 我就说 我可以读得出很多嘛 我暂时就放在一旁就不读了 这个观点呢 这句话是我昨天才加进去 我为什么加了这句话呢 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我讲完的时候 陈教授的讲评里面 有这个观念 我觉得这个观念说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用他的话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用书 清华简的书的这个成果来做例子 来看看这个刚才炒的这些问题啊 我首先要讲一句话呢 清华简的这个整理成果 第一 并没有什么大成果 并不是说有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出来了 没有 有一些这个论点呢 现在很多学者不同意 我只想用这几个例子来看一看说 一方面我们要体验 而且感谢清华学者的努力 二方面 用这个来说明一下 整理组简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好 所以这个成果有四个 其实大家都晓得 我想 第一 这六十五篇清华文献中有二十多篇 有二十多篇跟书有关的啊 就是上书 另外还有一周书 我待会会提这个事情 有些跟传世文献是一样的 有些传世文献里面没有 这个是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第二说传世的上书里面呢 有一篇上书序 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上书序里说孔子选了一百篇 但是在墓里没有看到 这百篇的上书 还有别的理由 我待会再仔细讲 清华学者就推断 说这个上书系 大概不是东周人写的 而且也又扩大了一点 讲说古文上书 大概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大概是伪的啊 很多学者是不同意 第四点是很有趣 这个倒是我觉得是真学到了 那就是说 这个一周书 我待会会讲的更详细一点 说一周书的价值 其实可能很高 跟上书是一样 以前我们太小看他了 好 我现在就把这几个例子 讲一讲 但是这些例子 因为是各个学者的辩论啊 不是很容易往来讲清楚的啊 为什么说清华学者说 这个赏书系 大概是 没有这个根据啊 清华界 这个牧主人是没有看过 这个赏书系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这个话 是因为 传世的赏书里面 是有一篇赏书系 而且郑玄还做了柱 牧主人到底有没有看过 这篇赏书系呢 清华学者说没有 为什么呢 是竹简里面有最完整的一篇赏书 这一篇赏书没有篇名 第一句话 以周武王有及周公所致 以代王之志为篇名的啊 可是我们在传世文献里面 发现有一篇文章 叫做金腾 这个跟竹简里发现的这篇 没有篇名的文章 内容完全一样 那为什么完全一样的 这个这一篇 在竹简里面 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是金腾 可是赏书系里面 说他是金腾 那这个是不是拿出来可以做反正 说清华节的牧主人呢 大概是没有看过这个赏书序的 可不可以这样推论 那个人的看法可能是 不完全一样 那另外一篇就更奇怪了 那另外一篇文章 原简没有标题 是记载着商朝的开国元凶 伊颖这个人 和商朝第一代帝王汤的对话 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中间啊 就在谈着就说啊 那为什么这个西医下会拜 我们能把下子下打败呢 是因为下自觉其有名啊 你看 就是所以我们 所以伊颖就跟汤说 你可千万不要做同样的事情 你要大赏众人啊 就下自金欲十亿舍之 就是我们如果有金欲 有这个地方的话 要舍 要可以赏给众人的话 就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看起来这个伊颖跟商 好像是有点同辈的这个战友关系啊 为什么这篇文章变得有趣 是因为文献礼记之一里面 提到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伊集 讲说唯一供给汤先有一德 郑玄在下注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集字 说这个集啊 虽然是因为是告 是自写错了 所以叫做 以告 那正好郭剑除简的这一篇 在除简里面啊 发现了 是有这么一篇 以告 而且这个 第一句话是一样的啊 那清华学者 好 那这样看来 这篇文章啊 就应该叫做以告 那这个 这个对学者来讲 这是一个大发现了 因为这么一篇重要的文章 遗失了很久 现在我们居然在竹简里面看到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可是又有别的问题 因为别的学者反对啊 为什么会反对呢 因为竹简里面的第一句话 这个唯一鸡鸡汤 先有一德 这句话 除了刚才清华学者说 那是 那是找到了一篇文章 叫做以告是很了不起以外 后来发现通行文献 文献里面啊 本来已经有一篇文章 叫做先有一德 而这篇文章呢 又和 逐渐你发现了这个 以告这篇文章呢 完全都不一样 清华学者的看法是说 啊 所以这个先有一德 这一篇文章 是假的 那本来清华学者就一直觉得 古文尚书是假的了 有了这个证据 更加深了 说古文尚书是假的 故事还没有完啊 很多学者呢 就不同 这样的看法 因为他们看了这个先有一德 中间的内容之后呢 发现先有一德 主要是在讲这个 以引代证 就是主要是讲 汤以后的 儿子孙子 死的时候 都是有这个 以引去代证 就是主证的 而且呢 常常教训 这个汤的儿子跟孙子 说要得 所以始终都围绕着 一德这个中心 在讲的 现在晓得先有一德 跟一高的内容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应该的结论是说 这是两篇不同的 文章 那清华学者 断然就说 因为这个先有一德 是假的 这个有很多学者都不同意 我提出这两点来 主要就是想讲说 这个 推断这个 战国逐渐啊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讲回去 这个 讲到这个一周书 这个很容易讲 这个 这个倒是 没有什么 需要真正的地方 因为传统上 对这个一周书的可信度 大家都觉得 这个并不高 这个一周书哪里来呢 是周书 就是从一个叫做 几种周书里面来的 讲了一些 周书的这个 周朝的历史 那一般的讲法 就是说 当孔子在删定这个 上书的时候 把剩下来的 不重要的片名 放到一边 所以叫做 一周书 那这一次的清华检 发现 所谓的一周书里面 诶 竹简里面是有的 而且还更多 还有些东西 传统文献没有的 这个结论是说 那一周书 还是很值得 大家去读的 好 讲到这个 讲了这么多细节 讲这个清华检的书 主要讲一点 就是要讲这个 推理 组简 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好 先来讲理 大家一听到理 可能就 想到理记 其实你仔细想 六经中的理 后来叫做以理 主要是要记在 周代的 官 婚 商 记 这些礼法 并没有 涉及到 仪式背后的道理 那你如果 不知道这个 后面的道理 这个礼意的话呢 那仪式 就变成 没有价值的 虚礼了 所以孔子的 弟子 在洗礼的过程中 中间呢 就除了这个 以理之外 就根据他这个 以理嘛 写了一些 讲经义 的论文 既然是讲经义的论文 所以叫做 记 这就是 李记的记 是这个样子来的 那当时 以理里面 还是以这个 礼法为主 记 是 次要 但是到了 东汉的 的时候呢 翻过来 社会上的人 就觉得这个 记 反而是更要紧的 这个仪式 变得 不要紧 所以就有两个人 选了两种 这种版本了 一个是 戴德的 一个是戴德的 侄子 戴圣的 就是一般的 叫做大戴李记 叫做小戴李记 后来大戴李记 就传不下来了 只有我们现在 看到的李记 是小戴李记 那 他传下来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郑璇 写的很了不起的 注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真的看到的 还不是真的 小戴李记 是李记 正义 李记正义 又是把小戴李记 加上了著书 把这个 写得更清楚了 我们 才 可以看懂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李记呢 是包括了一部分的仪礼 而且还有一大堆 其他的文章 跟当年的仪礼 是没有关系的 中庸大学 这个是后来变成最出名的的 还有乐记 这个不是很出名 我待会讲到乐的时候讲 好 那我们看看 那竹简呢 竹简里面到底 看到什么了 看到两篇 一个是代夫十里 一个叫做代夫十里 基本上讲的东西 跟仪礼里面的东西 有相同的地方 至少证明了说 战国时候 是有这个仪礼的 下面讲乐 乐这很有趣 乐不在十三经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乐为什么不在 那是因为说 已经绝版 绝了 没有办法 看不到了 后来我自己 去找东西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小代礼记里面 有一篇乐记 那这个乐记 我自己觉得是 很有价值读的 而且呢 史记里面 有一个乐书 跟这个乐记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到底是谁 谁操谁的 我现在没有办法讲 乐记有十一篇 第一篇是最重要的 就是乐本 很有趣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大观念的问题 我看了之后 吓了一跳 这个乐本的 头两段 很内行 解释 来源 说为什么会有乐 是人心 敢与物 而且他们用字 用的是非常好的 人心 敢与物 敢与物 物是外界的 人心 内心是在内的 人心敢与物 然后成音 然后成乐 这个是 讲得很清楚 什么叫音乐 我待会会把他的原文 拿出来 我们仔细看一下 第三段的时候呢 很有趣 突然间口风一转 就把这个礼乐 完全 就把这个 本来讲音乐的东西 完全改成 讲 礼乐行政 而且这些 礼乐行政的目的 都是在了 为了要 治理国家 治理国家嘛 就叫同明星 所以这么快 你看 有十一篇文章 只有第一篇的 前两段 是讲音乐 第一篇的第三段开始 一直到后面的全十篇 完全都是讲 礼乐行政 这个我是觉得 怪不得 以后没有人提乐经了 那这个 倒是提到了一下 这个工商脚争语 这个是大家都晓得 这个五音 但是内容很不详细的 OK 因为这两段 写的实在是非常好 我把它放在下面 让大家略看一下 所以为什么会有音呢 是因为敢于雾而动 因为有外物 所以心动 故行与生 生相应 而生变 变成方位之音 比音而跃之 就是肝 肝 羽毛 这是舞蹈的道具 叫做乐 所以乐呢 真正的是 本在于人心之肝与物 最妙的是 后面讲的 这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六个情形 这六个情形 哪一种情形 会对心 有什么感觉吧 有哀 悦 喜 怒 敬爱 有这六个不同的 感觉的时候呢 你发出来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不能把这六个 当作是人性有六种 这样想是错 六者非性也 人性只有一个 而是因为感到外物 有六种反应 所以会有 发出来的声音 会不同 我想到要讲这个 是因为 这是我临时才想到的 我刚刚跟 小王达章 在讨论这个诗经 他很喜欢想说 这个美国风里面 美国风 他就谱一个曲子 把它唱出来 所以这个 你看看 他唱出来 用什么声音唱 每一个声音 就代表了这个风 每一个不同的风 所以你看 这个跟这个想法 是一样的 我们两个人 居然 看法一样 到了第三段 就是我刚刚讲的了 马上这个口气就变了 是故先王胜 所以甘泽 而故 离以道其志 月以何其生 正以一期行 行以房其间 离月行政 这变成这个治理国家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可不可能有这个原因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没有月经的缘故 事实上这个 专业音乐的东西呢 反倒是管子 地缘片 跟这个 吕氏春秋的 音律片里面的 用了咱们中国人 横召以前就会了 三分损益法 定了这个工商 吕氏春秋的相对音频了 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是因为 正好 我们 住在这个 San Francisco附近的人 有福 San Francisco的 Asian Museum 这样 就是 就是在现在 展览了这个 战国 出土的这个 战国 曾侯乙的边中 这个出土的地方呢 就跟 那些竹简是 基本上是 附近的墓里面的 边中呢 是七音 而且享有 十二个半音 这个跟这个 十二个平均率 是从一个观念的 这个是我的网上 看到了 他们挖出来的 这个边中 据说是 敲了 敲了以后 声音是很好听的 我们在 San Francisco的 亚洲博物馆 没有看到 这么好的东西 讲了这么多 清华简里面 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看到了两个组件 五音图跟乐风 这个组件呢 很不清楚 可是 居然跟 工真 商与 诀 这个是有关的 我对这个 很不内行 只能 超他们的 这个是 组件 很不清楚 可是他们 居然可以 从那么多 组件里面 排在一起 排出来 这么一个 五星图 看出来 这五个 声音的区别 哇 我觉得这个是 叫我大使 已经的东西 好 这又是把这个月 讲完了 然后讲春秋 这个是 大家经常讲到的东西 春秋是一本书 当然 很多人用春秋 是有别的用法在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是讲一本书 而且是特别讲 春秋 讲 从卢尹公到卢埃公 这两百多年的事情 很不用你读 非常不用你读 你要是能够读懂春秋 就很了不得 就是因为很难读 所以 有三位伟大的学者 就进行补充 叫做转 左转 用作讲了 这个就是一般人 说叫做 认为是左秋明写 但是这个也不确定啊 东阳传跟古阳传 就有三位不同的学者 把这个春秋这个经 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三传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什么呢 事实上是 就从这三本书里面 的抽取出来的原文 印出来的 我这里要稍微插一句嘴 就是 为什么讲春秋以外 我要把它讲这个 定义要讲得更广义一点呢 是因为 春秋是讲历史的嘛 那讲历史的书呢 还有两本 很出名的书 叫做竹书纪念 跟国语 为什么要讲 是因为跟后面的竹简 有关系 那春秋呢 这三本书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春秋是以乳 为中心的 左转 在转它的时候呢 反而是 把全国的事情都看到了 竹书纪念呢 也是以竞为中心 或者是以魏为中心的 而国语呢 反而是把 各个不同的国家 都讲了 稍微讲了 再清楚一点 国语事实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书 我们 我自己是从来都 人们没看过的 这是咱们历史上 唯一的最早的 一个写历史的书啊 是以时间为横限 可是把并列的 国家的事情 一起都讲出来 所以谁 有这个新的想法 去写这个 是很了不起的 周语 如语 奇语 每个国家的事情 都讲了 那竹书纪念呢 情形比较不太一样一点 是因为它的来历啊 太 只能说奇怪吧 所以有所谓的古本竹书 金本竹书 那互相又辩论 考证这个 吵得很厉害 一直到了最近 1981年吧 才有人写了 把东西都放在一起了 让我们大家去看它一看 那竹书纪念十三篇呢 把夏商周 夏商西周和战国都讲了 为什么今天要讲 竹书纪念跟国语呢 是因为清华节 在战国时代的竹节中间呢 没有看到有关春秋 和国语的竹节 可是呢 清华节里看到了一批竹节 看起来跟历史有关 没有篇名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定它 可是呢 但是每一篇 常常都是有纪年的 而且文字的体力呢 看起来好像跟竹书纪念 有点相近 所以清华学者 就把它叫做习年 看起来习年呢 是跟竹书纪念 春秋左传 国语呢 它牵涉到这三本书的优点 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复杂的 写东西的方法 那跟竹书纪念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竹书纪念 基本上是纪事情 习年呢 除了纪事情之外 还带了些人物的讲话 那竹书纪念呢 比较有一点 偏重某一个地方 那习年呢 是比较超然一点 对祝国是平行的看它 那清华学者的习年呢 从楚书纪念开始 第一章 第十章讲西周 对不对 那第五章到十九章 是讲春秋 很不幸 这个我自己看的东西不多 还没有能够完全体会 而且好像新年的研究 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还在等 等到这个 有哪位学者 可以把这个新年的 这个内容 给我们讲的详细 而且我们能看懂啊 非常希望 以后它可以补充个纠正 一些传世的文献的地方 有一个小例子 它有个地方 举出来了 我觉得蛮有趣 可以读一下 那就是说 大家不是一直在问 说秦朝的先人 是从哪来的 绝大多数人都会相信 秦朝的先人 一种从西边来的 对啊 后来 在习年里面才 看到说 秦的先人 原来是从东方来的 那东方来的这一群人呢 叫做 商烟 所以有一个人吧 飞连 东陶雨 商烟 陈王 伐商烟 杀飞连 西迁 商烟之民 宇州 以御荣 把这个 东方的这些商烟之民呢 搬到西边去 抵抗 荣 所以呢 这就是后来秦的先人 原来秦的先人 是从东方来的 这个例子并不是很大的例子 不过至少提到 至少让我们感觉到 我觉得西连这本书 我自己是一定很想去看 意义我上个礼拜才讲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就是一句话 金钻是要分开读的 最重要的 要讲一句话 就是讲竹简也好 这个什么博书也好 里面的东西 跟我们现在知道的通信本 不差很多 所以没有什么大必要去看 它有什么区别了 正好相反的 跟义正好相反 就是没有区别这件事情 正好相反 就是老子 老子基本上 我上个礼拜也讲了 我也不多讲了 基本上就是讲说 这个 郭电竹简的老子 是跟通信本 很不一样 这个可以 勉强可以说是 所有战国竹简里面 最有价值的 我们现在也 还有点时间 我想多花点 来讲诗 这个是 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一点 诗是什么 首先讲这是一本书 这是一本诗歌的 总集 我们现在怎么会 不晓得诗 完全是从毛诗 正义里面来的 我们刚才也讲了 西汉你看 毛亨的传 郑玄的签 孔颖达的书 OK 而且呢 每一篇毛诗正义 都有一个题解 就是小序 是不是谁写的 我们现在 不能完全考证出来 那第一篇 官居是最重要的一篇 从了小序之后 又有一比较大段的文字 叫做诗大序 这个我想大家都读过了 诗大序 那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我们必须要讲 我们现在能够读到诗的原文 实在是要感谢 毛诗正义 保留了原文 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文 而且毛诗正义 讲了各种不同的 对诗的评论 毛诗正义是一本非常要紧的书 所以影响了很千年来 大家对它的看法 因为要紧吧 那一定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 非常相信毛诗正义的人也有 非常反对毛诗正义的人也有 那另外待会再讲到一点 是孔子在论语里面也讲一些 那战国时代的竹简的诗的部分的原文呢 是从安大简里面看到的 就是安徽大学的 这个安大简的诗 没有别的 它就是原文啊 它就是诗 诗经诗啊 好 它倒是跟现在通行本的诗经的不差很多 所以也很 就是说至少证明了说 这个原文大概就是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 有一点点小区别都是好玩的啊 其中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这个 我想你们都很多人都读过诗经了嘛 这个知止于归 这是好多地方都用到过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呢 应该是说这个知这个字呢 在例数的中间呢 就是脚趾向人加一痕嘛 就表示人在地上走 向哪里走 都可以 所以一般就把这个知止于归 这四个字解释成 好像看护一个小孩子一样 小心翼翼的护着一个女子啊 这里的子是当女子啊 两人相伴回家一部分 可是有趣的是 为什么安大检里面这个诗 通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这个知词一律改成诗 这个诗 可是安大检里面别的地方用诗这个诗的时候 还是用诗没有改成诗 哇这个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学者没有考证出来 不过至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另外一个例子也很有趣 就是这个唐峰 就是这个唐峰阳之水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唐峰是三章嘛 前两章是每章六句 后面第三章是只有四句 我们读了这么久的诗经都是这么想的 安大检里面居然出来了说 这个第三章不只是两句啊 跟前面一样也是六句 哇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很显然这个版本 才是真正最原始的版本嘛 汉代以后就没有人见过这个原始的版本了 但是左传跟荀子里面提到这首诗的时候 是三章 每一章都是六句的 所以我们今天居然可以看到 这个两千年来的原诗啊 这也是一个很接交人兴奋的事情 这个讲了半天 最后还是讲说 安大检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新发现 倒是在尚伯检里面呢 发现二十九个检 这些检呢 都是看起来都是 讲的都是孔子对诗的看法 学者就把它叫做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这四个字 是尚伯检的学者叫的 并不是竹检里面有的 这个孔子诗论有二十九个检 前面五个检是总论 看起来是导读 后面二十四个检 就是讲一些个别的诗啊 这个第一检是最有趣的 他说尤其是第一检 我从现在开始 所有这个黄色的地方就表示 是原文 原文这个文言文很不容易读 我们大家要略微小心一点 说行词者岂有不忘乎 孔子曰诗 无隐智 悦无隐情 文无隐言 那这个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 一个解释是说 诗里面写的 是诗人写诗的人的志 而且这个诗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乐 是演奏出来的 一部分是文 是写出来的 换句话说 这就跟我们今天唱歌一样 有乐谱跟歌词嘛 歌词的部分 是文 乐谱的部分 就是乐 所以 这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稍微吓一跳 就是说 我们读诗经的时候 现在的人 没有机会听到音乐了 但是孔子的时候 并不是 孔子的时候 读诗经的时候 是一边听音乐 一边 读诗文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 了解这个 诗经 只了解了一半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对这句话呢 我们要把它讲得再更清楚一点 因为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了 就王这个字读 无 隐是隐藏 这句话的意思全边是说 诗里面的诗文啊 是藏不住自己的志向 藏 都 藏不住的 他 一看就晓得 所以孔子在读着这个志的时候 往往是指理想 比较大的理想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不过讲到这个 我就顺便讲一下 这个 怪物的这个 小文达章 一再跟我讲 他非常想 把诗经 国风里面 每个地方 谱一个曲子 用音乐来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 他讲的没错 这个孔子读的时候 有一半 是看文字 一半是听音乐的 这也其实 孔子诗文跟毛诗诗续 讲的是一样的 你看 毛诗诗续里面 也是这么讲的 诗者 智子所在也 在心为之 发言为时 情动于衷 而心于言 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 我觉得 两个讲法 是一样 我自己 有一点点搞糊涂了 就是不晓得 毛诗诗续里面 这个诗 是指 诗这本书呢 还是说是指 诗这种文体呢 我猜想吧 我希望 他是讲这本书 我不知道 你把一位的这个 更研究的 透彻一点的话 就挺告诉我 前面不是讲 那是有五个简 第一个简是这样子 后面四个简 二三四是解释了 宋跟大雅跟小雅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太特别 这第五个简 帮风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看一下 首先讲 这个国风 在那个时候叫帮风 所以很显然是 因为 不敢称呼 刘邦的名字 所以汉高祖以后 把它改成 国风了 OK 这个写的很妙的 这几个字 也是很 不容易读的 其大物也谱 官人俗也 大脸才也 其言文 其身善 孔子曰 为能 赴予贱民 而予之 我一定要把这个翻译 这白话 说帮风 是广荣伯纳 从中间可以看到 人民的风俗 可以聚集大量的人才 他的言辞呢 是文雅的 声音是美妙的 又能帮助 生计凋敝的人民 使得他们 宽裕 现在看起来 孔子对帮风 是主要是 着重着帮风 有什么用处 可是呢 这个官人俗焉 跟 为能赋予贱民 而予之 这一句话呢 就叫我想到了 一些事情 我现在把它写出来 先讲 孔子诗文里面 这是 毛诗正义里面 非常提的 伏笔心 孔子诗文 没有提到了 毛诗正义 尤其是新的地方 强调了每次 对不对 好 这个 我知道很多人 在读毛诗正义的时候 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人是 觉得 不必强调 他的历史背景 第一种人是 强调说 历史背景 是很要紧的 所以为什么 保时正义里面 常常讲这个 每次的问题 我以前搞不清楚 我就是 最近 听到了 陈教授的 评论 讲到这个 我特别讲一下 小文大章跟 曹新雅 两个人 花了很大的功夫 写了这个 《诗经有声读》 我不得不说 他们的这个 努力 严格 是我 平身警戒 从来没有看到过 你不知道 他们任何 一个字吧 来来回回 讨论了 二三十次 我是很佩服 很佩服的 以前我也不太能了解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现在比较了解了 那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 要真的了解 这个诗 必须要了解 当时的人 在读诗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 当时的人 并不是现在的人 是当时的人 当时的人 一定是有感而发 因为某些事情 跟当时的社会环境 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在有感而发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 找到 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 把历史 跟历史联系起来 才能所谓的 官员俗音 把当时的风土 风土 相情搞清楚 前面讲了这个 前面五个节 后面二十四个节 都是个别的讲 大家想要这帮风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我下面完全附的是 张精灵老师的 整理出来的原文和语义 我现在只讲两个例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出名了 这个完全不讲 好像回不去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第一篇 这个是大家都读过的 我其实不需要再读了 可是我每次读的时候 都怕我自己 讲错 摇头 熟女 君子好求 这个好 是动词 求是匹配的意思 所以君子喜欢 匹配 千万不要度着好 好求 正在性质 你看这个 这三个字 刘之 采之 毛之 这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这个 君子做什么事情呢 他先好求 然后求之 然后辗转反侧 最后是秦涉有之 最后是中五月之 那孔子诗论 怎么讲到这个诗呢 他讲的字 非常简单 就说 官居之乙 这个字 很奇怪的 我是完全都不认得的 官居之乙 则其诗 义 以色 欲以礼 情爱 张经良老师的乙 说 官居的克制 他把这个乙 当成克制 那乙呢 是一个古代用来的 一个配物 可以去伪神的 因为思念之情 超过了限度 所以官居是 以色 名语 礼 这个是 孔子诗论里 这一首诗的 那 毛世正义里面 就 把它说成 后非之德 这个 个人有 个人 的看法 还在讲第二个例子 比较轻松一点 为什么讲到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 这个例子虽然太可笑了 我觉得这个 很有 幽默感 陈峰里面 有一些是 那个晚秋 这个 虽然是很有 幽默感 可是字很不用一读 子字 荡习 这个 几乎每个字都要看 这个子 是什么意思 没有 三个不同的解法 一个是说人 就是说人 一个是专门 女孩子 另外一个讲法 是说 你 就是 作者 对这个 人 成 你 为什么是这样讲 当喜 当 就是 跳舞的意思 所以看到一个人 在跳舞 你可以说是看到一个人 在跳舞 或者说是看到一个女孩子 在跳舞 或者说这边是写给 那个跳舞的人写的 就是看到你跳舞 晚秋之上 旭有情习 而无望习 在晚秋上面跳 这个旭有情习 这个旭字 是 加强语气的 就是实在是这个样子 有情 这情怎么解释呢 大家都有不同 讲法啦 当然 最 讲的就是 感情啊 而无望习 那这个更是有不同 的看法了 这个望 有人把它解释成仰望 仰望这个人 跳舞 我都 不敢仰望了 或者是希望 还有一种解释 根本那个 就是奢望 哎呀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专情的看 或者是 第三人 说我欣赏了 这个我们下面 特别讲这个啊 这个跳舞的方法呢 这个跳舞的情形呢 看起几股 玩秋之下 无动无下 他无动无下 都一面敲着舞啊 一面在 在跳 在跳这个舞啊 这是 陆语是 跳舞的道具啊 看起几股 完全知道 无动无下 这通通一样 这都是在 跳舞的 好看吧 好 这个下面就是 我刚才已经 白话讲了啊 好 这个的 隐身呢 毛诗序里面呢 其实就是在讲 当时的人 因为这个 陈幽公啊 这个人 光影好色 就是在骂他 也有人说 不一定是骂陈幽公 但是呢 陈国 那个时代的 这个风气 就是这样 这个风气很不好 也是在骂他 我们看看孔子 诗文里面 这么讲 也是很妙的 他说 网球曰 寻有情而无妄 无善之 他 也是 就是 引用了 网球里面的 重要的 这一句话 然后 善之 善是 喜欢 说我喜欢 孔子 喜欢 这首 是 那这个寻有情而无妄 到底是在说什么 那就完全是要看 个人 怎么体会当时的社会 也可以体会成 是作者是有情的 舞者 作者本来很希望 这个舞者可以看他 这个舞者并没有看他 这个舞者 当然是很失望的 当然有一种讲法 就是刚才 毛氏正义里面讲的 说是 平中宫啊 他好色 他有情 那他有情的结果呢 这老百姓就不忘他了 老百姓就对陈游公 很不指望他了 觉得你这个 做君主 是这样子啊 另外一点 稍微不一样 是说作者是有情 可是作者 自己对舞者 是没有希望啊 我是随便这样子 拿来讲一讲 我觉得这是个 很好笑的这个 后面这个 上播剑 我就不讲了啊 这个有很多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 他们这24个剑 对美 对24篇文章都有 这个详细的解释 包括大雅号 讲到这个 我们就 他回来讲 文语啊 为什么主要 要讲文语是 第一是因为 刚才讲了 孔子 我们在台湾长大 觉得文语是一个 每个人都读过 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 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文语这个书是从哪来的 西汉的时候呢 有人 这就是经文 古文啊 这个 辩论啊 有这个 鲁国跟齐国的人 口头传授了 就是他们当年的经文 有鲁伦语跟齐伦语 还有从孔子的 这个房子里面找到的是 古文伦语 就是古伦语 很多人对这个事情都 做了大量的注解 最后我刚才提到 这个书叫做 伦语集结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 伦语 是从伦语集结里面 把人家讲的 解释的东西 完全都不看 把原文拿出来 印出来 让我们看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很失望 这个至少应该 把伦语集结 看一看 那 伦语里面讲到的诗呢 有些很多地方 一样的也不完全一样 第一是 伦语很强调的一件事情 学诗的用处和兴趣 它没有这么 内容部分 像 这个 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十三百一言以鼻子 约诗无邪 诗无邪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是说 无邪的意思是说 没有超出 需要遵行的范围 所以读诗是可以的 但是 不可以超出 需要遵行的范围 那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呢 没有讲得太清楚 有的时候是用人 有的时候 是说理 文语里面 还有很有名的 信义师 李陈一月 另外是 孔子对他的儿子 这个李 是很严格的 一看了他儿子 就先问他 有没有学诗啊 不学诗 无以言 或者是就问他 你有没有学理啊 不学理 无以利 蛮有趣的 那这另外 大家都都晓得了 诗可以信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愿 诗是很有用 多诗以鸟兽草木之名 这我们常常用啊 而且最后是 可以用诗去为证 并受之以证 所以 所以文语里是非常强调 诗的用处 好了 我这个文语也讲完了 我们现在就把所有 今天讲的东西 收回来一点点 今天是要讲 先情辱学里面的 尤其是六经里面的 他们的关系 他们跟竹简的关系 其实先情辱学 真的谈的哲学上的问题 是有两个很大的密集 一个就是 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 还是可善可恶的 另外一个是人和天的关系 我们这个大家都晓得 先情辱学三位最重要的 孔子 孟子跟荀子 对不对 那孔子基本上是 人性可善可恶 是吧 孟子是讲性善 荀子是讲性恶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这虽然这三位大师的 基本思想是一样 但是中间还是有变化发展的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 孔子跟孟子中间 差了一百七十年 这一百七十年 有没有人写了什么书 或者是我们知道 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其实知道的不多 那现在战国竹简里面呢 看到了一些竹简 据学者的推理吧 说是子思的想法 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 也就是中庸 的作者 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事情 这个我自己现在很没有看懂啊 等到我们研究 稍微有一点成果的话 我们几个月以后 可能会讲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 现在看到的竹简里面呢 讲了一点点这个人性 本善的可善可恶里面 文语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人性是可善可恶的 你要学习的理跟人就好了 那国竹简里面呢 其实跟文语讲得非常相似 稍微扩展了一些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竹简 就是性之命初啊 里面讲的说性之命初 命之天降 道是以情 情生以性 他觉得是天命 性情道 这基本上是要讲说 人的性跟情呢 是从天命来的 但是性跟情是怎么表现出来呢 是有道的 什么是道呢 就是有规律 也就是说性跟情 可能是从天命来的 可是呢 这个天命是可善可恶的 完全是要看 你最后怎么表现出来的 是用什么规律 要用什么样的规律呢 就是要用德跟人 在性之命初里面 又讲了 说诗书礼乐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靠着诗书礼乐 就能把一个人 性变善 这个 语从三里面 也有着 至于道 至于德 以人 有语 那另外 人和天的关系呢 这也是在 这个竹简里面 一些关于孔子的话 语从一里面讲到说 知天所为 知人所为 知道 然后 去天命 基本上 穷达语实里面 基本上讲了说 有天有人 天人有份 就是 天跟人 是分开的 这个 用白话去解释 所有这些事情 就是讲说 穷达是 决定于食运 毁育 在于旁人 这些很可能是 跟命运有关 就是跟天有关系 不属于人 那人能做什么事 而人的德行呢 是取决于自己 跟天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 这个人 跟天要分开谈 一个人的命运 可能是跟天有关 但是一个人的 德行和 最后的自己的生活呢 是要取决于人自己 努力追求这个 的德行 所有这 刚刚讲的 这两个大问题 在寻止的天论里面 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几个月以后 很有可能 我们就在谈这个问题 最丰刺的吧 就是到了我们的 汉代董宗书 这个 独尊如数了嘛 反而是天人感应 所以就跟这个 跟我们刚刚刚讲的 这个先情辱学 其实上是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 几个月以后 我们有机会的话 就讲这个季下学派 好 我觉得 我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体会 当时人的 感觉 怎么能体会 当时人的感觉 就必须要知道 当时的历史 你要是不知道 当时的历史 你怎么去体会人家 你根本就不可能的嘛 但是的话 再讲回来 因为已经过了 这么几千年 考证东西 是非常难的 所以 可能这个考证的 过程中间的 程度上 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现在是彻底了解了 彻底欣服了 这个要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 你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 那读的是白骨 就跟我们现在唱流行歌曲一样 我们现在唱的流行歌曲 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 那个流行歌曲在骂谁 唱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台湾的绿岛小夜曲 大家都会唱 如果你不知道台湾的环境 绿岛小夜曲 是要讲这个当时的政府 关这个政治犯 你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话 一点都不能体会到 所以 同理 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到 战国时候的社会环境 读不出来的 这是我同意 毛氏正义的地方 我有一点可能不同意的 就是它 好像有一点地方是 因为有了一些原则之后 所以就 每一篇事 都要遵循的那个原则 我只能说我历史没有读够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 希望大家去读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 我对这个曹信雅老师 很尊敬 就是因为他实实在在 是读了很多历史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杨老师 这真是青州已过万重山了 今天杨老师讲的这个范围 之广大 然后这个意义之深长 真的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表达 我们谢谢杨老师 我谢谢你 好 我 很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